今天是一节的感动时刻来到高雄美农 过去在这里烟草文明 每四户就有一户人家种植烟草 总种植面积是台湾的五分之一 但现在光景不在 还好当地居民以绘本说故事的方式 能够将烟草文化传承下来 高雄美农广福街宁静村落里 这栋烟草曾经见证美农经济起飞的年代 刚才刚刚在这里是天楼烤箱 蓝色仓库大门内是现代机械式熏烟库 当地社区协会总干事温文向 拿着绘本笔画着诉说故事 刚刚在这里演的 在这里拆下来 转下来 然后去看烟草在那里去行 过学习的时间 学习的温度以后 行一走 民国560年代美农盛产烟草 每四户就有一户人家种植 种植的总面积还占了全台湾的五分之一 全盛时期也有2000多栋的烟草 这一间是专门烤烟草的 那景象就如同绘本画的 两人合力制作 七天七夜不休息 当然在这学院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会乱 因为人家在学习的 简单的篇幅就像是一本历史课本 温文向带着女儿坐下来阅读 不只烟楼变成绘本 鲜民开垦土地 坚毅不挠的奋斗精神 也是绘本的主角 高雄市客委会主委打开了绘本说故事 临巧的文字优美的图画 在绘本中找寻客家的美 上晚的夕阳下 烟楼里依旧繁忙 七天七夜的灰汗 凉凉身影的交错 只剩绘本上的流经岁月 依稀飘着烟草香 寻找美农客庄的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